作詞曲 李宗盛 抱歉…跟阿豪聊天, 遲了 很快就吃了 等你叫就餓死了, 阿明叫了 你先等齊食物, 吃了不夠再再點 謝謝, 明 我剛才看到大雙臉黑黑 我想她當然肚餓 所以我做了你最喜歡做的事 你是最後的 阿明叫點心確實有兩道散手 份量剛剛好 都是指你教我 人頭計乘二點二六, 是不是? 最厲害是你記得我們每個人喜歡吃什麼 那也就是說芷妮以後不用來 太好了 不要瞪著我 夠了嗎?要不要再點一回合? 很好, 點水晶紫薯湯丸做餘魂 這頓就完滿了 芷妮, 我真羨慕你 新陳代者可以這麼好 她的物種有個名詞 她叫食物墳花佬 怎麼樣?要不要叫?我幫你叫 好…過兩天元宵節, 早點吃還是好 早點吃還是… 她那天約了阿豪, 不回來吃飯了 爺, 叔叔那天約了曹總市首 哥哥和興奇去澳門看節奏 我只是遇娛樂與工作 遇工作與娛樂 是呀, 今年的澳門雙年節很難得 很難得 沒理由不去看 可以… 那就是說元宵那天 你們四個不回來吃飯了 我一定會吃飯了 我一定會吃飯 是呀, 我們知道了 你們為什麼這麼害羞? 我不是你這麼小器的人 其實你們不回來吃更好 讓我和家豪兩個靜靜的雞過元宵 是不是?家豪? 姑姑… 娜姑不知不覺是意大利 妹妹經常都這樣 一發訊息過來 一大堆還有照片 我也不知道看哪兒 老爺, 娜姑住的民宿很漂亮 這倒是 為什麼他們吃飯也這麼大膽? 你看看 不是, 學娜姑所說的 輸人不輸陣 我們就拍照全家福給你們 好… 我們來拍照, 不用 用我這部 好, 好 站好, 一、二、三, 燒 滾了…起快吧 還打算你打來吃好東西 這些就是好東西 全部是新鮮食材 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加錢加贖 我們已經吃這裡 最有名的焗豬扒飯了 下次吧 記住, 滷牛肉不要滷太久, 會不會硬 有名的 沙爹也很辣 證明足料 我連用廚師偷你這樣叫清湯 兩個人嘛, 叫兩個味道 又有鴛鴨鴨鴨鴨 所以你想我滾你同時 你又滾我這樣嗎 有公快嘛, 這樣就畏生了 怎麼了?碰到朋友嗎? 我怎麼會跟這種責難 不, 責老做朋友才行 喂, 你有些歧視成分 一個人的奶茶也可以 一個人的咖啡也可以 一個人的冰爐也可以 那種孤獨求偶的可憐心聲 完全全在煙霧泥漫之間 飄散了出來 他有他煞, 你有些煞 何水不分者水, 關你甚麼事 你有你吃, 我有阿旺 大家各有各煞 我拿完酒了 安叔, 雖然今年輪到你出燈米 但還有幾天才完宵 不用那麼勤力 我還以為你還排了馬經 出題目了 窮漢不肯埋皮鋪 猜一個歷史人物 甚麼都不留 只留一張皮, 留鼻嘛 第二題, 一間屋三道門 裡面只住半個人猜用物件 穿那些褲子嘛 漢叔, 你嘗試揭後兩頁 有一個謎底 你恨了很久也恨不到 那謎面就是 卸南卸北, 街春水 猜一個成語 是甚麼 就是左右逢怨 不玩了 漢叔, 我想你要找一些 大學程度的謎語書才行 不然就像去年一樣 所有獎品就被新人姐拿了 今晚的, 你們慢慢吃 我又把房子打牌,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來, 你們用嗎? 你拿送的錶給我? 春明我抽獎抽回來的 我勸你今天沒帶錶就拿去用 真漂亮 是呀, 不錯的 我可以隔個價 這對錶是四千多五千塊 一對? 是情侶錶, 還有女裝 不過我又不喜歡戴鋼帶錶 小蚊子, 她的表面不夠大 那女裝吧 我買半送給人 嘶嘶 小花, 你不是說回鄉下了嗎? 有件事要拜託你 上月就回來找你 甚麼事? 你經常見到明姐 可不可以幫我給她? 沒問題 其實我昨晚想給她的 但是又沒做一件事 今天早上起床她又走了 如果就這樣寫了幾隻紙牌 讓她拿好像又不是好禮貌 可以的話, 還可以去元宵前給她 好, 沒問題 你鄉下興的嗎?元宵節送禮物? 不是元宵, 是她生日禮物 她是正月十五生日的 我? 怎麼了? 我沒有, 聽起來挺樂患的 麻煩你了 別客氣, 我答應了小花 要在元宵節之前 幫我把這份禮物送給你 老闆, 我剛剛才知道你叫李明 隔了這麼多年, 小花還記得我生日 現在很少年輕, 這麼有心 你笑什麼? 我笑你說得自己 好像大小花很多年一樣 好, 這次無緣無故要你做速遞 這頓不要跟我爭 好, 那下一頓你生日的飯 你又不要跟我爭 你放心, 正月一天 我不會約你 那天留給大Sir他們 對了, 他們怎麼跟你做? 那我又不知道 或者他們那晚每個人都有事 我要一個人吃飯? 有自己一個人去吃火鍋嗎? 我那天見到你一個人去吃兩個火鍋 那你又不叫我? 那我看你這麼享受就懶惰你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一個人去吃兩個火鍋 很奇怪呢? 你問我才說 我覺得你很有勇氣 打火鍋跟勇氣有什麼關係? 一邊煞, 一邊吃, 一邊被人眼望望 沒有勇氣, 很難做得出來 一個人打兩個火鍋也不算有趣 我試過一個人去吃火鍋也是這樣 不過去拿東西吃的時候 又要揹上手袋, 也有點麻煩 你挺好東西的 你完全不用管別人看你的目光 就算是看, 也是幾秒的事 餐廳這麼大, 看幾秒 看幾秒就一頓飯被人看著吃飯 哪有自在的 到我這種年紀 還怎麼會介意別人的目光? 你什麼年紀?我和你爭了一大節 對了, 你知道這裡也可以打火鍋嗎? 這裡? 芝士火鍋, 有沒有興趣? 我這種年紀你覺得會不會過分一點? 有誰會介意? 我的家庭醫生 芝士火鍋, 走吧 你吃水果了 老爺, 早點告訴我, 有客人 不然早點上來吃飯吧 我叫過他們了 不過他們說要跟家人吃完飯才上來 好 不要緊, 跳得這麼緊, 吃完飯走過來 就當是運動吧 我原本來不了, 後來幸好客人早走 我才可以上來嘗嘗大Sir的領茶 大Sir, 這個不錯, 味道大甜 你喜歡嗎?我一定帶你去買 他們還有幾碗茶 不錯的 好啊, 找人呢 好… 九店三十張年甜品, 浩費一堆好店 真是吃飯? 好 其實我們看完展覽也做了半天玩 我可以帶你去玩 嘗嘗那道冷糕也好 也好 冷糕?阿豪, 我不跟你說了 總之那天你先到先等, 再見 冷糕, 我想吃 你們去的話, 買一件給我吧 你吃這麼多甜品, 不怕胖嗎? 吃甜品是我另一個位 媽媽, 元宵節那天 那天我就跟阿豪吃甜品泡妃 所以你不用叫我了 是呀, 那晚我們去澳門 要麻煩你們幫我們看著家豪 沒問題, 玩得開心一點 謝謝, 奶奶 袁小姐, 你們不是在家吃飯嗎? 那晚… 那晚是中國情人節 年輕人怎麼會留在家裡? 就算不去猜燈迷 出去曬月光也好 什麼? 如果你那晚沒人陪 我陪你一起去看花燈來 我不想 不是呀, 一個人在家很悶 難道你捉著兒子打火鍋或看電視嗎? 你說我兒子約了你女兒 是呀, 公公出宮 今天做第十集, 我正在追 說說說, 差不多時間做了 大Sir… 現在八十五台, 改了名為J5台 專門做財富與知識節目 要看公公出宮, 要看八十一台 這裡就正在看 是… 你看, 他現在用超美的畫面廣播 你看, 畫面多漂亮 是呀, 我忘記錄明知台有紀錄片 怎麼這樣? 還沒追台? 很快, 很方便, 待會兒 元宵那晚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節目 會不會放煙花? 不知道, 想我查一下嗎? 快點… 如果放假, 記得拍照給我看 自己玩嘛, 自己買來玩 對呀, 你看才有什麼畫面 對呀, 搞定 我示範給你們看 來… 八十一台是翡翠台 八十二台是J2台 八十三台是互動新聞台 八十四台是明珠台 八十五台是J5台 清楚了嗎? 清楚了… 再見 謝謝 我不用客氣, 我只是順路而已 這道路晚上很安靜 我是說我生日 我只是多口提醒他們 我怕梓仁和梓梨 忘記了農曆生日 你知道, 現在你年輕時 就記了新歷而已 怎麼樣? 打算新歷才跟他們慶祝嗎? 他們不會跟我慶祝 我也不想他們這麼做 當初是我自己放棄了這個權利 什麼意思? 其實我年輕時很任性 還很自私 只會追求那種熱血沸騰的刺激 完全不懂得欣賞大家庭 小水場的溫暖 我甚至會覺得他們很煩惱、很束縛 令我無法呼吸 所以有一天, 我拿起行李 就這樣就離開了這個家庭 那時候, 梓仁只有六歲 梓梨兩歲 其實我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媽媽 其實每個人都有過去的 你們現在相處得多好 就因為馬家太有愛 才能容得下我這個人 那馬家又不是溫情泛濫的人 大Sir他們有自家原則 那的確, 我們真的經歷了很多事 他們現在才能原諒我 我現在不僅是一對子女 還多了一顆孫子 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人了 命運的安排, 很奇妙的 所以, 夠了 就像今晚那樣 可以偶爾跟他們吃飯, 聊天就夠了 如果我再要多一點, 那就是貪 我年輕的時候已經坐了一次 我不想再坐 我想你應該改變了很多吧 是的, 還是面目全非 所以, 其實根本沒必要 要他們記得我生意 明白的 這些資料真的很有用, 謝謝你 最重要是你有誠意和準備好 若然不是剛才的生意 都這麼談得成 希望以後這些小事 不用再煩你了 那你就別這麼說 好, 畢竟你現在是我們安徽海味 鮑魚的主要供應商其中之一 你好就是我好 我生氣你 我已經做了幾堂 所以送給媽媽 現在被你吃爛了 我不是說了不小心嗎 你又說我車子吃雪糕 你就不生氣嗎 我不生氣, 但媽媽會生氣 你知道這裡一杯雪糕 是我幾天的飯錢嗎 我明天、後天、大後天 都要捱麵包了 那元宵就沒東西送給媽媽了 其實花燈只是爛了一點 應該可以做的 姨姨, 你懂得做嗎 你剛才上路作課 有膠水和剪刀嗎 完成了 謝謝你, 姨姨 那你這個元宵節 有禮物送給媽媽吧 媽媽看到這個燈籠 一定會很開心 其實做媽媽的很簡單 不需要送什麼特別的禮物 只要看到你們很開心的笑容 什麼都足夠 哥哥, 那我們快點回家 笑給媽媽看吧 好, 那我先付錢吧 這餐我請你們吃吧 還有哥哥, 你別經常叫麵包 要吃飯, 你知道嗎 對了, 晚了 快點回家吧 不然媽媽會擔心 謝謝姨姨 再見, 姨姨 再見 來…我們喝的那一款都賣光了 嘗嘗這款合不合口味 這款比你家的好多 告訴你, 這款像一級 但為什麼這麼甘香? 是, 可能是因為這裡的環境 氣氛影響, 連茶葉都加了分 真的嗎? 其實也不奇怪 可以說有話 零食開明粥, 莫吃壽味飯 如果心情不好的 飽心翅膀也沒味道 不好意思 怎麼樣?阿強 小時候又不回來吃 嫁嫂要臭嫁好, 不要叫她煮了 隨便叫幾個外賣回來吃就行了 就這樣吧, 再見 元宵街自吃外賣? 一頓半頓而已 何況中國的情人節又不是什麼大節 是年輕人多個藉口出去拍拖而已 對嗎 大長, 你別再掛我多次 其實今晚這頓飯 是值得大家花點心思去準備一下 我回來了… 你怎麼這麼晚 我們已經飛了一些回來 不是, 那條門口飛剛開始了 現在就叫我回來了, 真是死了 別這麼大聲 我聽聽, 爺爺聽到的 爺爺這麼矛盾, 出十二度金牌 寶妃做到今個月月尾 我們還可以訂位 你們只說可以寶妃 我們澳門的雙年展 就要等候年了 其實爺爺為什麼突然要叫我們回來? 你們一個人還在做什麼? 還過來幫忙? 打火鍋? 是 Gro呢? 快點進去幫忙, 拿海鮮、碗快出來 老夫仔 什麼?元宵打火鍋這件事這麼有創意 我是為了配合你 因為你最喜歡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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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很多菜, 幫忙吧 行, 幫忙吃吧 行了, 沒問題 阿明 大Sir 進來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遲不遲 有一點 是臨急臨忙叫你來 時間不合格好 好了, 人齊開飯 不是開飯 是開爐 還來… 還在幹什麼? 什麼? 他還沒吃 上哪隻? 上哪隻? 當然了, 今天元宵佳節 我們場面那麼壯觀 當然要拍下它 好…勞威…來… 好,來吧,準備好了,一、二、三 先… 大Sir,這頓飯真的很豐富 其實我已經很飽了 雖然不可以喝曹中的好酒 但請你買那些海鮮,算了吧,挺有誠意 對了,爸爸,你今天在電話裡 說炒幾個小菜外賣 為什麼會轉火鍋呢? 老爺,魚蛋是九龍城買的,對不對? 今天下午 不是叫做文老闆在佐敦試茶嗎? 我知道,文老闆這麼懂 食物是不是他教你去哪裡買的? 他的確跟我談了不少東西 而且我也有放在心裡 好了,打完邊爐 雪櫃還有湯圓做糖水 我預料了每人四顆,好 我飽了,三顆夠了 不要,元宵節當然要吃雙素 不要吃單素 當然要吃雙素,當然要雙雙對雙 下班不太好 對 說到雙雙對雙,剛才我們看花燈 有個小孩子走失了,不見了媽媽 哭得很淒涼 怎樣?最後能找回媽媽嗎? 幸好找回,不過也嚇死了 我先進去煮一些片糖的薑水 你們慢慢吃 不要客氣,謝謝… 客氣吧,不要客氣 阿鳴 這裡不用幫忙,出去吃東西吧 剛才芷妮說起小孩子不見了 我才想起 我五歲那年,你帶我去看花燈 阿鳴,你幫我買飲料的時候 你跟我說你叫我留在原地 不要到處走 誰知道我走到到處看東西 最終就走失了 搞得你好像傻了,到處找我 連買給自己的生日蛋糕也掉了 子忍 生日快樂 謝謝 下年吧 下年我一定會跟芷妮 來和你一起慶祝生日 我會等你們 那我不客氣了 可以 你現在有我陪你吃 那就不怕被人眼望望了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其實我要謝謝你就是真的 如果不是你的話 我也不可以跟女婿女吃生日飯了 那我還是多口,想騙一頓飯吃 如果這一頓飯當作是的話 也顯得我很沒誠意 要是這樣 如果你想吃鴛鴦湯底的話 隨時召我 我很樂意做你的 一人二樓固定飯腳 兩個人,四個路 一樣會引來很多眼線目光 應該會 你的手錶跟我的手錶一樣 這隻手錶是阿姐抽獎抽回來的 這隻手錶是小花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阿姐告訴我,這對手錶也不一對 不過女裝的半買半送給朋友 原來是小花 難怪我通訊息了一隻小花的時候 問她為什麼這麼破廢 她說這隻手錶是跟熟人買的 所以一點也不貴 說是說,你生日後都沒有送禮物給你 送了 你送了一個很圓滿的元宵給我 還不夠嗎 喻 cheering 哈哈哈 喻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